导独以17连胜的傲人成绩加冕排超联赛的最高荣耀 天津女排的风头亦是无两 作为功勋 李莹莹与瓦尔加斯也成为了球迷茶余饭后的谈资 但其实还有一人为球队夺冠仪式付出良多 非一船出身的他却硬生生实现了一船都没能达到的高度 他就是刘彦涵 在郎平指教中国女排期间 刘彦涵凭借着强有力的进攻 成功入选国家队 奈何由于一船能力以及防守能力限制 始终没能成为顺位靠前的存在 凭借着二队的阶梯 刘彦涵一度在亚洲杯赛场上大放异彩 单场斩获45分 也成了中国女排队员史无前例的存在 但说到底 偏科严重的他依然难以成为球队的核心 令人欣喜的是 本赛季在转会加盟天津女排之后 刘彦涵很好的弥补了自己的技术缺陷 根据数据统计结果显示 本赛季刘彦涵并没有像之前一般完全摒弃防守以及一船 反而是在这方面苦下功课 一船数量甚至超越了自由人孟子璇 同时也打破了自己单赛季的一船数量记录 已经28岁的刘彦涵如今在座突破 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毕竟在职业生涯末期 稳稳当当保持状态到退役已是不易 而擅自改变自己的风格 也有使自己陷入混乱状态的可能 事实上刘彦涵的改变 除了有自我对于更高目标的追求之外 也离不开天津女排环境使然 在天津女排中不管是李盈盈 还是瓦尔加斯都是进攻端的好手 由于对于得分仪式没有后顾之忧 天津女排并不会强迫刘彦涵涵全身心投入到进攻端 这也给予了她改变的机遇 事实上也只有进攻端火爆的天津女排 才能让刘彦涵有蜕变的机会 而这也算是刘彦涵转会加盟天津女排的意外之喜 此前轮换到后排就会成为几方漏勺的刘彦涵涵 如今能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这也会为其在国家队真正立足奠定根基 中国女排中 朱婷张长宁以及李盈盈的地位 暂时无人可以撼动 加之刘晓彤退役 在这种情况下 刘彦涵难免成为队伍中第四主攻的最佳人选 值得一说的是 本年度中国女排会将绝大多数心力放在亚运会 以及市井赛上 再加上朱婷以及张长宁 还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 所以在世界女排联赛上 刘彦涵有望与李盈盈一道闪耀赛场